刚刚我们来学习了Python的这样一个接线模块 里面对应的接线load和接线dumps的方法 那么load和dumps前面大家也用过 非常简单 只不过在dumps里面我们还可以听到一些其他的参数 那么在这里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我们接线load方法和dumps方法 已经能够百分之百的解决我们所有的接线字符串 和Python的信号转发的一个问题了 已经能百分之百的解决 那么除了load方法和dumps方法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一下看一下 这分别是load和dumps方法 它比load方法和dumps方法相比少了一个s 对吧 对应的话 它实现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它实现的是包含接线的内文件对象和Python的一个转化 那什么叫包含接线的内文件对象呢 什么是内文件对象 关于内文件对象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 我们经常把具有read方法或者write方法的这种对象 叫做内文件对象 那什么方法具有read的方法或者write方法呢 什么对象具有read的方法和r的方法呢 什么对象呢 放在这写着呢 对吧 当我们打开一个文件之后 如果说我们是以r的方式打开 那它具有read的方法 如果说我们是以一个达姆的方式打开 那它具有write的方法 是不是 所以这种f呢就是一个没有人对象 如果f里面包含有json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json load把它提取出来 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里注释起来 那刚刚呢我们把数据保存在它里面 对不对 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这个f呢 它是个内文件对象 对不对 当我们是用r的方式打开的时候 它就具有read的方法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使用json.load直接写f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你们数据提取出来 那这里呢 我们用个ret4来接受一下 我们print一下ret4 然后再来print一下它的type 那跑一遍程序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和之前一样也是这样的digit呀 非常简单 然后呢 相比于之前我们使用的json.node来说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使用json.node 还必须把这个f再读一遍 转向上字符串 对不对 那使用json.node呢 就没有必要直接读了 直接就可以把数据提取出来 对不对 相当于说代码量会少一些 只有一行就完事了 之前还要写两行 对不对 非常简单 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json.node dump 对不对 json.node dump 能够干什么呢 能够把python类型 放入类文件柜项中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非常简单 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打开一个文件 那这个方法呢 如果说我们是以达文的方式打开的话呢 这个f呢就具有red的方法 就表示我们可以往里写东西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json.node dump 放f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当然呢 放f还不够 我们还要把数据写进去 对不对 那数据 我不知道 我们刚刚这样一个 rite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典呀 我们先把rite放进去 对不对 那rite放在前面 还是f放在前面呢 把什么放在前面呀 我们不清楚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看它原码就完事了呀 原码里面反正写得非常清楚 先是obg obg是什么呢 就是对象 就我们python里面的这种字典也好 列表也好 那fp呢 就是内文件对象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先 我们需要先写rite对吧 再写这个f内文件对象 那我们来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 啊 这个没有 来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我们直接这样写 就可以把数据呢 保存在f里面去 由于是达文方式打开的 所以说到时候呢 当整这两行执行结束之后呢 f里面内容呢 就会被保存在double.json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放到double.json里面去 看一下对半一 是不是效果和之前一样的呀 这个样子不好看 那所以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添加参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insure.ask 然后等于force 就是中文显成中文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indent的效果 对吧 然后等于2 重新跑一遍程序 看一下结果 再来看一下 豆瓣1 是不是和之前效果一样的呀 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呢 我们的json node 和json dump 实现的功能呢 其实是和 我们的json nodes dump是一样的 所以前面所说的 json nodes json dump 已经能够100%的 解决我们的需求 那只不过呢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别人写代表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 json node json dump 那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它实现的效果呢 和json nodes dump 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方法使用稍微有些区别 那么大家还需要知道另外一点 就是关于内文件对象这个概念 具有read 或者read方法的对象呢 就是内文件对象 我们经常把它叫做fp 那这就是关于json里面 我们后续会经常预知到了 所谓的方法 那么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前面这个load方法 和dump 方法 更重要一些 那前面我们讲 json是一种数据交换量格式 对吧 用于数据交付的场景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python后端 然后呢 把数据传到js里面 或者说呢 天码里面 然后呢 或者说把数据呢 传到我们的安卓 或者iOS里面去的时候呢 我们中间都可以使用json 来进行传递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对应的python类型 转化成json的字符串 然后json字符串呢 再转化成对应js里面的 或者安卓里面的 java里面的php里面的 那些类型 它就可以把数据呢 接收过去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发现呢 json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取到了一个 强量的作用 对吧 它帮助我们去 承载着 我们所谓传输的数据 然后呢 最终呢 把数据传临到 对应的一个位置 不管是从前端 传到后端 还是从后端传到前端 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 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用json呢 我为什么不把 直接把python的字典 传到前端里面去 传到 安卓或者java里面去呢 为什么呀 因为他不认识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两种 不同的语言 对吧 那python里面 字典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在gs里面 在java里面 那个字典 可能就不再是 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能理解吗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有一种工具 这种工具能干什么呢 能帮助我们 比如说对拿json来说 他能够帮助我们 把数据先转换成json 再从json转换 转换过去 对不对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json呢 他和python有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比如说json的对象 和python的字典 一一对应 那么json的arena 和python的列表 一一对应 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 json的num和python的 这个num值 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可以先把 python的这种类型 任何要传递的类型 转换成对的json字符串 转换过去之后呢 json字符串 这个json呢 肯定是和gs 或者说和java和php 都有自己一套对应关系的 然后呢 他再转换过去 就完事了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json在中间 起了这个桥梁作用 应该是更加明显的 我们不能够直接 把python的字典 传到另外一种语 另外一门语言 一门去使用 那么中间呢 需要有个过渡 那这个过渡呢 就是通过json来实现的 对吧 那大家可以发现 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讲的 现在用的非常多的是json 那么在json之前呢 有一种格式叫xml xml呢 也能够帮助我们 去传取数据 但是呢xml他没有和其他语言的一种对应关系 那所以说为了实现python的 比如说字典的传到js里面去 可能我们需要手动的去把python里面的数据呢 比如字典数据呢 找到对应 放到xml里面去 然后对应比如拿到xml之后呢 再从中去解析数据 因为他没有一种对应关系嘛 所以这些事情呢 都可以手动来做 那当然呢 可能有一些第三方模块 比如说python里面 肯定也是有第三方模块 能够帮助我们去从xml里面去读数据的 但是呢 他和json是不一样的 json呢 他和python呢 直接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和其他语言呢 都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所以用起来非常方便 所以json呢 现在用起来也越来越多 能理解吗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代码它是守恒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写爬虫 对吧 我们把数据呢 拿到之后 这个数据呢 其实都是在 这个响应里面 响应呢 假设是一个itmr页面的话 这就是在itmr字幕串里面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 从这个itmr字幕串里面提取数据 为什么不直接 不直接把这样一个itmr字幕串 传递给其他人呢 比如传到前端那边去 传到任何要用这些数据的人那去 说这个数据我已经有了 都在里面 你自己拿吧 你要什么就取什么 对吧 我说明第二天就被开了 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 去把数据先提取出来 然后再把提取出来数据交给别人用 别人写的代码就更少一些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不去提取数据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itmr字幕串 交给别人 我们写的代码是少了 但是对应的 别人就会写的代码更多一些 对吧 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它是守恒的 对不对 我们少写代码 别人都多写代码 别人都写代码 我们都少写代码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别人肯定是通过非常多的代码 才实现对应的节省这些功能 然后实现这种对应关系 我们用节省用起来非常方便 那是因为别人做工作的 做得非常多 我们用XMR用的不是很方便 但是因为XMR的工作 没有节省做得多 能理解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代码都是守恒的 那么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相当于是把 节省这块内容给学习完了 或者说复习完了 那么在这里面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关于nose方法和dump方法的使用 这个地方是更关键一些的 因为它已经能够100%的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了